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股票不会涨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是有人做 有人在重压的呢 什么是标股 看我节目就知道 什么是预约涨停人生 看我的节目就知道 欢迎收看预约涨停人生 老师老师最近00939 以及我们00940 这两款ETF在市场上大卖 听说还有人买不到 想问老师您对这件事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件事其实我一直不太 想要去表达意见 是的 那首先就是说第一个 为什么不想表达 就是说第一个 我总认为是站在一个 投资的立场的话 我是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参与投资 不管你是年轻人 还是这个上个年纪的人 我觉得投资 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对的 是个长日的规划 我们也不能去苛责 这个羊群效应 那你说什么 我不太去讲它 当然也不是说 对我完全好 为什么会沾到我的生意 毕竟我们是做分析出来的话 是的 那如果你们大家都去参加ETF 那我们怎么可能会有生意 对啊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 利害关系跟我这个看法 跟大家来讲 好 所有的投资都一样 没有什么对跟不对的 只有适合跟不适合 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ETF ETF它的 我们讲中文啦 它的全名在台湾的这个称呼叫做 指数股票型基金 所以它是基金的一种 对 它以前 以前我们开始买基金都是跟券商买 是 那或者是 后来有封闭型的可以在市场上交易 但是它进出的频繁次数 手续费很多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那个 数值是递减的 因为它扣管理费 还要扣经理人费 还要扣一些所谓的交易成本 那个手续费实在有点高 对 那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 指数型股票基金 是 它的交易是被动型的 被动型的 它的持股是很open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说 它的 事先会知道它的持股 跟持股的比重 是的 也相对的 它的交易不会这么频繁 所以它的 它的递减的数目会比较少 但是还是会有啦 为什么 怎么说 因为它一个月 是 有个叫做经理人费 因为它是经理人 共同去选股出来的嘛 有个经理人费 好 经理人费大概一个月是 百分之零点三 哦 它等于是每个月都是 百分之零点三去扣 对 那等于一年下来的话 如果你是一百万下去买的话 一年下来的话 你大概就会被扣了 三万块 为什么呢 你会觉得说老师 你不是算错 我没有算错 它是一个月百分之零点三 对 十二个月大概是三万六 应该是算三万六 是 所以说你当你投下去一百万的时候 你其实你打算放一年的话 你大概一年就不见三万六 对一开始就三万六成本就不见了 是是是 所以它还是有那个所谓的成本在 是 那我们先来讲不管它的成本多高 还是会有所谓的产生赚钱跟赔钱的状况嘛 是的 那我们先不要去比较未来的行情会怎么样 或者是这个经理人的这个 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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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守啦 或者是说它的操盘技巧如何 我们先不要去管它 也不一定比我们厉害 它的名称叫高股息 高股息 它所选择的标的就是会配股 比较高的 哦 好那我等一下会举例给各位看 好的 好那配股比较高的相对 它风险系数就会比较低一点 嘿 好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补充 为什么 好不好 为什么 为什么 第一个你适合风险 第一个你不想要参与太多风险的 那你去买它 所以所以当我在节目上电视上看到新闻 就是说很多人把定存解掉 是 去买它 哦 我觉得OK 把资金转移到ETF上面 对我觉得OK 这样是OK的 小提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去定存的呢 他就不想承担所谓的价差 或市场上波动的风险嘛 对 他一开始风险值就很低很低了 非常非常 除非银行倒了 对 银行要倒 国家发生战争之类的 对的对的 好银行才会倒嘛 要不然就是金融风暴 所以如果解定存去买ETF 我觉得OK OK的 你不但可以得到很稳定的 以现在来开始稳定的收益啊 虽然未来不知道 但是又比银行的定存还要来得高一点 但是你相对要求的是一个 所谓的低风险的报酬 那我觉得你是解定存去买ETF是OK的 那第二个比较适合就是说 你不想就在这个短时间之内 冲来冲去而获利的人 想要追求稳定的人 对对对 除了风险以外就是报酬是稳定的 它不是那种大起大落 是的 那以这样的状况下 你才能积极去参与所谓的 我们刚刚所讲的属于被动型的基金 也就是所谓的ETF 是的 我个人认为啦 可是话讲回来一点啦 是 如果你真的要追求低风险的话 那我应该这么讲 你需要有ETF 但不只只有只能ETF 你不能只有只有ETF而已 你应该要有不同的部件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你不要说我把定存全部都解过去ETF 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对你要分开 或者是说你除了ETF以外 你还有一些所谓的比较稳定型的股票 是 就是等于说你再把那个β系数 把你的风险系数再扩散一点 再降低一点 或者你可以去买债券也可以 那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 但是如果你是买ETF的人 你基本上你要有这两个概念 是 那相对的 ETF好不好 我不能说好和保 我们刚刚说只有适合跟不适合的问题 是的 那你要达到多元跟均衡的分散风险 好那小弟就在股票上面的风险承担部分 我就可以帮你去处理掉这一部分的 所谓的分散风险跟获利的部分 我们要全方位的策略 好那这是我的想法 好 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ETF ETF不是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当我当画板的 好 好那我们就拿那个00940来讲 这是元大高股息 它第一个 我们说这个市场很公开嘛 因为它被动式的 它所有东西都要揭露 它排名占这个台股里面 投资最多的比例 是哪一档股票你们知道吗 小弟你们知道吗 嗯这个我不清楚 哦我想说你应该也会 有看到这样的新闻 长龙 对今天的长龙 长龙大概9% 是的 他大概要买9% 好 好你回头来看 当你市场开始揭露的时候 它可以从194块 194块 回到剩下现在166块 哇这个辅助蜡是很大 这代表是什么呢 就是说 ETF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群 所谓的我们不要讲韭菜 我们讲投资人组合成的 也就是说当你市场上揭露 你所要买的股票的分配比例 在你的执行之前 有人开始 就开始倒股票下来 是 这个就会影响到ETF里面的配比 对让你去承接 是的 因为你叫被动型 被动型是一定要买 强迫要买 而且你公告了 对你已经公告了 对你一定要买 你一定要在什么时间之内 你一定要去买它 嗯 那能够在公告之前 还没有所谓的开始执行 去买之前 就先做了贯杀 当你去买了之后 当你的买盘 当你的买盘 你听我讲 当你的买盘又再一次的介入之后 会不会有更大的卖压镜 来挑战你 我认为会哦 对的 我认为会哦 我认为这个机会蛮大的哦 所以什么叫羊群效应 大家还记得以前的 有东西叫做 受险在卖的 这个所谓的联动债 啊我知道 我之前听过这个联动债 就是你买受险之外 你有百分之 大概10或20的比例 你是投资所谓的 指数型的东西 或者是期货型的东西 叫做联动债 那那一波 哇那一波金融风暴 房地美房利美 2008那一次金融风暴 好大 全球性的波动 那也是一个所谓的羊群效应 因为那时候大家买保险都会想说 你们有没有投资型保险 就会想到联动债 是的 那时候联动债倒一片啦 我的朋友要去买保险还带我出去 我跟他说你不要买这个 已经劝他了 对可是碍于人情 他也是有跟他买 还好小金额 小金额 因为我们在做投资的 我们都知道说 那个东西是不太可靠的 没有所谓的投资叫做保本的 永远都没有 大家请记得 只有储蓄才有保本 是的 偶尔还是要承担一些风险 没错 没有任何一个投资 叫做 你听到什么保本型投资价值保单 我告诉你 那是名称好听 他没有保本 他什么叫保本你知道吗 刚开始配出来 0.6 0.8保本 他都是拿你的钱 超额分配出来给你 他就是一个话数型的 对 如果一开始就保本 那真的是真的不太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有过了几年保本 就是说 他比如说高股息好了 我在长龙哪里 哪里收到很多股息 可是我收了怎么样 比如说我收了5块钱 可是我第一年配 我只有配3块 只有配3块 第二年我又拿了4块进来 总共还剩6块 我再配3块 再配3块 到最后一年怎么样 到最后一年 我没有拿到那么多高股息了 整个股市都下来了 整个景气都下来了 我拿剩余的股力 再配给你一次 所以让你会觉得保本 可是从此之后 那就很难讲了 当他配完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拿里面的本金 出来配你了 尤其听到什么保证获利 保本 什么三年还本 那个你都要注意 都要小心 没有这样的投资 任何投资都有风险 谁敢跟你保证说 我一定在几年之后还你钱 保证高利 保证获利 保证保本 那都是话数而已 大家三思 所以小T ETF不是不可以投资 可以投资 可是看你个人的属性 那如果你真的有投资ETF 你也不能只有ETF 你还是要分散在其他的地方 那股票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来为什么怎么说呢 我们刚刚说 如果你去买到ETF 那我们可以去选择 在高档的时候 我们知道 就算哪怕知道你要发行 我不买就不买嘛 对啊 我为什么要买在高档 我为什么要跟你买在一样的价 我等到拉回来再来买 不然我买别档股票也可以啊 对啊对啊 那甚至于小T 大家现在经历过太多年的多投 大家都想要多投 我讲真的 哪怕景气稍微回温掉下来一点 不是回温哦 是降温掉下来一点 你还要持 被动型它是持续一定要投资哦 哦 它一定要有那个比例在股票市场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升还是降 你都还是要负责 还是要负数这一部分 对那 我可不可以在降温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不要做 我可不可以放后 ETF不行 ETF不行 但股票可以 但股票可以 是的 好不好 那我们就ETF来讲 我们不敢 我们先撇开专业与否 至少 至少我们做到它 比它更灵活运用资金 是的 好不好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 这个 这个其他的鬼 要不然我们先进个广告 也可以 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我们待会节目会更精彩 大家千万不要转台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电话 请不吝点赞 转发 电话 请不吝点赞 转发 电话 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成通同步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同步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老师你之前有提到鸿海 鸿海迟早会进军 我们的伺服器组装市场 想问老师这样子算是利多 还是利通呢 好我们就由各层面 更方面来看 鸿海是一个什么公司 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代工的公司 那所有市场上最大宗的 所谓的3C消费性产品 一定会 应该这么讲 鸿海一定会争取 一定会分这一块 当AI出来的时候 我有一个在鸿海 工作许久的朋友 就来电给我跟我们讲说 只要哪一天 我们鸿海介入到所谓的伺服器 事实上一定有啦 只是它没有公告 没有公布 没有特别讲出来 没有强调大订单而已 对 那当大家都知道 我们鸿海要介入伺服器之后 代工之后 这个市场一定会掀起一大波乱 波乱 我说为什么 他说全世界的3C电子产品 电子业人都知道 我们鸿海最会做的 就是销价竞争 我们绝对是薄利多销 哇这个好不健康呀 加大业大 加大业大 他要跟你拼的是营收 他不是跟你拼毛利率 毛利率越高的你越惨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用更低的毛利率 我可以用更低的这个营收 更低的这个赚钱获利的模式 来吸引你的客户 杀爆你的客户 对没错 然后客户就是这样子 哦这个鸿海 所以你看Apple 最大宗最大宗的代工厂 一定就是鸿海 是的 谁也抢不走 当鸿海介入在这个市场以后 好的地方在于哪里 诶市场渐渐步入 开始所谓的成长期 未来说不定会有更大的订单 更多的订单 也为那量可以融入 所谓的鸿海组装 代工 是的 比如说像河硕啦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人保啦 一些代工厂 诶全部都与入均沾 大家怎么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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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怎么讲 全部人大家都很好 是 就是全部都 因为订单太满了嘛 对啊大家都是前景 大家都分得到钱 对 可是当市场上的需求下降 或者是订单开始下来 或者是开始已经 讲白话文一点 就是老狗玩不出新把戏 大家都在AI来 AI去的时候 诶 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 这个时候市场上 就会开始消价竞争 是的 所以鸿海的出现 到底是喜还是优呢 以现在目前阶段来讲 当然是喜 当然是喜 为什么 因为现在需求大于供给嘛 是的 鸿海的加入 只会让这个市场上 这个AI的这个竞争 更白乐化 现在目前来讲 没有所谓的 消价竞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在大家手上都还没有 大家都觉得很新奇 需求还是大于 所谓的供给 所以现在目前没有 可是到一个阶段之后 就要开始注意了 注意什么 比如说这个大厂 从核硕的单 突然移到所谓的鸿海 这个就有猫腻了 对 大家小心啰 什么猫腻了 一定是鸿海 又是鸿海 一定鸿海把这个价格 这个cost down下来 对 那这个市场就会出些一些 很微妙性 很细微性的变化 那大致上是这样 那鸿海 来我们讲到鸿海 好的 我相信全台湾应该 极少人跟你介绍鸿海 对啊 大家就提一下 对就提一下 有过陆续持续追踪的 或者是说 整年没有告诉你鸿海 不跟你聊鸿海 突然有一天跟你怎么样 蓝上面 蓝上面突然跟你说 哎 鸿海其实是一个 可以买的公司 以现在目前来讲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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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为谢老师厉害 知道他法术后会讲什么 是为什么 在筹码上 对 在筹码上出现了买点 加码讯号 是的 底部5K之内 12345 底部5K之内 出现连续的买点 提加码讯号 是为什么 视为买讯 买进讯号 那尤其这种大致的股票 是非常非常的敏感 哦 那你说他在高档 他说他就在低档 他又不是在高档 他可以怎么样 一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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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出过任何的买讯 对的 可是当他出买讯之时 不要放过他啦 对不对 当时我们去买 很多人在问说 老师啊 你怎么会去 介绍鸿海 介绍鸿海 对啊 因为鸿海 大概在1万7的时候 1万4的时候 大概也是一百零几块 对的 到了1万9两万了 还是在一百零几块 老师你介绍鸿海 那么苦要干嘛 感觉太稳了 你怎么会介绍一个老牛呢 对啊 好来各位 小T站在风口上 猪也会飞 老牛也要飞啦 老牛也要飞 为什么 因为他出现了 不会出现的 不常出现的人 他突然有一天 出现在你面前 他不是做保险 就是要跟你借钱 对不然就是直销 对不然就是直销 你相信我啦 对啊 你相信我一下啦 什么骤鞭港帝啦 什么突然出现在里面 什么前女友啦 对啊 突然在你面前 我跟你讲那一定是 跟那个fucking money 有点关系的 开始关系你好不好了 对对对 所以各位 一档股票 他可以半年不来找你 可以一年不来找你 他突然有一天来找你 股票还好 股票是来送你钱的 股票不是不会向你要钱 突然出现了加码讯号 哎红海可以赚 红海可以赚将近30块 就几天的时间 可以让你赚30块 请问你这样子的 Lite这样的投资群组 合法的投资群组 我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哦 这一种同资群组 你要去哪里找 你告诉我 对啊很难找啊 我们谢老师有介绍啊 我不相信有 有谁能够在那天 可以去到红海 名正言顺的告诉你 而且告诉你说 为什么介绍他 为什么到底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对我们谢老师就有事先预告 而且在Lite app上面 都是免费的 这种大支的股票 有什么不好给 那反倒是今天很多 跌升反弹的股票 甚至于昨天前天达到点停板的股票 今天怎么样 今天拉上啊 各位能不能追 我认为还不能 为什么我讲给各位听 好 我讲给各位听 来比如说这个 这个我们曾经买过它 光中之胜啊光胜 你记不记得你买的时候 你还骂我过 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量嘛 对啊 你看到撒下来一段时间之后 来 现在出现了反弹 正常可以表现它是红棒啊 今天差一点拉到涨停板 结果现在杀下来带一辆 带一辆 第一个 来第一个 它有没有出现红棒 有啊 没有啦 今天没有出现红棒 决战冲码没有出现红棒 决战冲码没有出现红棒 一般K棒出现红棒对不对 但我们的冲码面这里没有 没有出现红棒 第二个 来上引线 还没有收定就出现上引线 对 那请问你 跌的趋势过程当中 这里有没有反弹 这里有没有反弹 我相信都有 它不会直接杀下来 它会缓跌 它会缓跌 慢慢弹下去 所以以今天的反弹 小提 我只能把它判别为 它只是一个空头的延伸 所以跌势位置 空头排列位置之前 我建议你都先不要去碰它 是的 或者是应该这么讲 你先多观察它一点 好不好 好嘞 好我们再来看 我们还有什么股票呢 很多 哇 金像店 2368的金像店 你来看哦 今天的高点238哦 今天高点238 现在234 那代表是蛮高的嘛 从低档上来大概12块 所以今天这一根一定是红棒 正常K棒 应该是红棒嘛 但决战筹码上面是绿 决战筹码是绿棒 来 先来看一下好不好 第一个没有变红棒啊 我们刚刚讲的嘛 对不对 对 第二个跌四指完了没有 还没啊 还没有 那你唯一能够去 唯一能够去认证它 稍微在技术面 筹码面 或者是K线理论 稍微好一点是怎么样 它跌到前次的起涨支撑 唯一能够认证一下 可是 如果你现在去买它 我不反对 可是这个叫做尝试性的买盘 就是说 我尝试认为跌到前次的起涨点 应该会有一个反弹 或者是像一样的回升 你用猜测性的 那既然是猜测性 麻烦你 真的要买你就买少一点 啊 他也是试着买嘛 一点嘛 对对对 我不反对你去买它 但是你如果你是看好这个理由 跌到前次的所谓的支撑 支撑点支撑价位的话 你要去试上去买它第一点 那请你用试态性的章数 不要买多 对不要把资金放太多 在这个地方上面 对反弹大涨第一天 不买股票 反跌 反 这个 杀下来下跌大跌 第一天不卖股票 这是我们的 常常在业内的说法 好剩三分钟 我们再多看几档股票 好嘞 好不好 很多股票 它仅仅我看现在目前来讲 它就是个反弹 来2383的台光电 来第一个 也是一样没有出红棒 嗯 对不对 对的 那你说马上在下沙过人当中 投信大卖过当中 马上反弹 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可能 是是有可能 什么可能呢 有法人跟他对坐 啊 投信还算蛮团结的 大智商都会一鼻子 一鼻子出气 是的 谁会跟他 谁会跟投信反弹 反作 外资 就是外资了 除非外资回来大买 可是以现在这两三年的 绩效来讲 投信的绩效是大于外资的 哦 内资的力量是大于外资的 所以大家不想太多 你如果真的想要买 来到前次起涨低点 可以买 可以买 但是尝试性的买盘 就是要把张数压低 要买少一点 买少一点 应该是试着买的部分 好 两分钟 我们再多讲几档股票好了 好啊 我们再来讲 好 来这个 2454的联发科 哎呦 没有出 没有把它 没有把它消除 好 来出来了 2454的联发科 昨天第一天 出绿棒 哎 你可以不卖 可是今天你就是要注意了 注意什么 注意有没有射到打到你的停利点 你的停利点应该要射在哪里 好 如果没有打到 要续报 续报的原因在于哪里 今天量缩 就可以让你再看个一天两天 如果有打到你的停损价 停利价啦 因为你是买在这里的嘛 是的 如果打到你的停利价 好没关系 就等下次买点出现 是的 要买 再来买 对我们再有耐心一下下 小T 我相信这一波电子股回挡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手上有一些所谓的套牢的股票 有一定有的 我说真的 有些股票要立刻停损 有些股票弹起来是要出 有些股票是拉回来修正是要加码 是的 要怎么分辨 麻烦你 今天加入谢文谢老师的line 一档一档股票来问我 趁着礼拜六礼拜天谢老师有空 礼拜一早上 同时在早上 马上回你电话 礼拜六礼拜天可能大家放假不放 好但是慢慢帮我做一件事 留下你的股票 留下你的买进的价位跟张数 嗯哼 再加上你的电话跟姓名 是的 礼拜一早上一定有专人来帮你 回答你你现在的股票 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好不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小T 如果想要有投资资讯或是不想错过我们每日精准的投资资讯的话 那一定要加入我们谢逸文谢老师的唯一官方LINE 案上号 用扫描的可以 用输入也可以 输入不要忘记小老鼠哦 大家喜欢我们节目也欢迎每天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大家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